政府会在3月份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每人需要检测3次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2号星期二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云云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今天是新增6211宗的确诊个案 其中3宗是输入个案 6208宗是本地个案 而过去一天一共有32名确诊者离世 年龄介乎45岁至103岁 分别是17男15女 大部分是长者 而且大部分没有打针 第五波疫情至今 一共有145位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 包括三名小童以及大部分是长者 再来看两条简讯 首批来港的内地流行病学专家团 包括广东省疾控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康明等4人 原定本周一结束行程 但之后延长在香港的逗留时间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时表示 由于本港疫情复杂 专家团延长行程期间 将就追踪工作和流行病学调查 提供更多意见 消防处表示 近日有大量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的 轻症个案召唤救护车 导致只有38%的救护车 能够在12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个案 甚至有个案要超过4个小时 才能安排救护车 消防处明白初步确诊者的焦虑 但个案数目众多 消防救护车的资源已经濒临枯竭 必须确保危急的伤病得到适切的治疗 消防处就呼吁快速检测成阳性的市民 如果症状轻微 应该保持监察健康状况 而不应该召唤救护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天晚上6点钟 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 交代政府的抗议工作 林郑月娥就表示第五波疫情至今 已经录得5万3千多宗个案 是疫情以来过往两年香港个案的4倍 而死亡人数145人 也已经相当于过去两年香港疫情死亡人数的60%多 她形容第五波疫情很急很猛 急速恶化的疫情已经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 需要中央的支援 而过去10天每天都有许多来自中央的支持 中央的支援力度是很大 速度很快 林郑月娥同时公布了紧快 稳控疫情的行动计划 包括了大部分社交距离的措施 将会延续到4月20号 例如晚市没有堂食等等 而另外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 原本7、8月份的暑假 将会提前到3、4月份 复活节假期之后将会复课 而政府也将会在此期间 充分利用校舍做检测和隔离用途 而在大家都相当关心的全民检测方面 政府将会在3月份推行全民的强制检测 检测室具有法律效力 有处罚机制 期间全港市民需要进行三次的核酸检测 在中央支持和本地检测承办商的努力下 把采样和检测量提升到每天不少于100万次 届时将会在全港各区设立数百个检测中心 市民以出生年份分批按日期预约进行检测 每位接受检测的居民将货派足够在两次检测之间 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测试包 和供每天使用的N95口罩 而在隔离设施方面 在中央支援之下 已经开建在竹高万二期和启德邮轮码头 毕临土地的隔离设施 将会在几个月内分阶段的提供约1万个单位 并且已经敲定在五幅位于洛马州河套 元朗清一的政府土地和私人发展商 无偿借出的土地 兴建最少2万个单位 而另外中央已经同意派内地施工队 在洛马州河套区筹建应急医院 再来关心到的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日前以事项方式 为努力抗疫的香港市民加油 钟南山就表示 不管有什么不同的政治观点或者看法 在人与病毒的斗争当中 最重要的是生命 中国和香港特区对待新冠肺炎的指导思想很明确 就是生命至上 健康至上 他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因为自然感染 而导致大量的长者死亡 所以现在的政策仍然是争取动态清零 钟南山还给出三个防疫建议 那首先预防传播是关键 做好个人的防护 减少社会的接触 自己不受感染 其次假如是密切接触者 要定时增加快速检查 另外当前最重要的是 要将患者和健康人分开 已经确诊者不宜居家 要另行隔离 第四重症病人及时住院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集中在某个医院 便于管理和救治 第二就是要加强疫苗的注射 在香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疫苗接种率还不够理想 英国卫生安全局曾经估算 接种两剂疫苗的病死率 在各年龄段都会减少一半以上 如果打第三针 死亡率更进一步降低 第三点储备药物治疗 钟南山介绍 一些药物对于减轻症状 缩短疗程 减少重症的发生率是有效的 钟南山就表示 已经和一些有关的企业联系过 希望他们对香港基于更大的支持 得到厂家积极肯定回应 表示一定最大力度 配合支持香港的抗疫需求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